先問一下 過年都有很多的回憶 你現在回想起來 覺得是滿滿歡笑 很幸福幫我舉綠牌好不好 你說一言難盡 請舉紅牌 請舉牌 還有 只有你一言難盡 你剛剛不是說你要舉紅牌 結果你騙人 Terry 沒有 我講回 我講的是回憶 剛欣姐講的是回憶 我覺得回想到以前小時候 這時候過年真的是很好玩 很有年味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阿公是旺族 我們有三大房子 所以我跟我的 淑伯姑嬸輩有十幾個長輩 那跟我同輩的小孩 紅包領不完 對 那跟我同輩的小孩 差不多就有二十多個 那因為我跟我大堂哥 又差十幾歲 那我在我這個輩分裡面 最小的才國中 但是我小職了已經大學 就很奇怪的是 你要叫自己比自己小的是姑姑 對 所以我們家論輩不論歲 那人很多 每天過年的時候 包括吃飯都要排隊 對 我們要排隊零碗筷 而且還要分喔 就是大得二的 就是堂哥 二堂哥 這樣子順序領下來 然後包括我們跟阿公阿嬤 跟長輩拜年的時候 真的叫拜年耶 現在就是 跪拜的那種 對 現在小朋友 這紅包拿了 小朋友還不好意思 我們那時候是要這樣 跪下來說 祝阿公身體健康 然後什麼 兔年行大運 祝阿嬤什麼什麼 就是我們要輪流拜年 才可以拿紅包 然後我們真的是圍爐 那時候 因為阿公那時候是比較 淡男人主義 男生一桌 女生一桌 小孩子一桌 對 然後吃年糕 拿紅包 然後真的穿新衣 戴新帽 而且那時候還可以放鞭炮 現在是不能放鞭炮 所以那時候晚上 還可以放鞭炮 就覺得說 那個年節的感覺 真的很有感覺 然後還張燈節彩 然後看到電視的那個廣告說 過年要回來圍爐喔 然後大家一起吃飯 那感覺 所以我覺得 在我印象中的過年 是很美好的 OK 但是你後來體會到 過年是屬於小朋友小孩子的 大人其實不快樂 真的 什麼時候發現這個 重大的祕密 應該說 真的過年是給小孩子過的 對我來說 因為後來我們大家族 那隨著阿公就離開了 生病 年長離開 那時候我差不多十七 十八歲 那那時候阿公離開的時候 就發現說 家族的向心力 就開始比較少一點點了 可能有的中南部工作加班的 有時候那時候 還有在國外工作的 就說那今年就先不回來這樣 然後就開始就覺得說 過去少了誰 就也拜年 好像也沒有那麼講究 然後以前阿公在 你知道嗎 雞 鴨 魚 還一定要白倉 就他很講究菜色 那你們的魚會留到 那個明天再吃嗎 會 對 還要年年有餘 然後還要掛材 還有長年菜 還不能夾斷 可是從阿公離開之後 就反而就沒有了 對 然後反而回去的時候 大家會開始 因為那時候也年長 開始工作了嘛 然後他就會開始問說 你現在做什麼 因為年紀大了 有工作我們家 就只要有工作有收入 就沒有紅包了 然後你做什麼 賺多少 那時候不是當舞者嗎 你放家伴舞 那時候你不是模範棒棒堂嗎 當藝人賺多少這樣 那時候就會覺得 天啊 一夕之間 就覺得說我從小孩變大人了 對 然後 我沒有辦法再領紅包了 然後就會開始有一些壓力在 就開始比較 比方說大堂哥今年還不錯 二堂哥今年年終領多少 那我們回去也不能空手 就小子只可能兩百塊 那長輩可能一千兩百塊 一千兩百塊 十幾個也很多耶 可是就會有人說 比方說誰誰誰的 姐姐今年不錯 沒有多少 那就包兩萬而已 然後你就聽到這個就 那我們一千二的就很邊邊 所以就那時候就會 覺得不一樣 長大就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就後來很抗拒 後來聽說吃完年夜飯 就準備落跑 對 就覺得 開始會問 問工作 問你有沒有交女朋友 上次那個怎麼今年沒看到 對 沒關係 今年有新的一個來 對 每年都有新的 除袖不新 對 就是會有這樣的壓力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回到家是一個壓力 然後 好啦 OK 回去吃飯 除夕夜一樣吃飯 可能六點到吃到八點 就電話來了就 朋友在找... 我就去朋友家 林格那時候去朋友家 去到朋友家 那感覺真的不一樣 天堂 他爸媽就說 來...我跟妳介紹 這是我兒子的朋友叫Terry 他在電視上有表現什麼... 大家都就是很捧著我們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還滿開心 還會跟我們拍照這樣 就覺得跟在家裡面的那個壓力 待遇不一樣 對 我就一路真的給他 唱到啞 喝到掛有沒有 卡拉OK還直接唱起來 不小心還真的喝到醉了 可是我想說喝到醉了 本來會很擔心 沒有喔 他媽媽還幫我安排一個客房睡覺 隔壁一大早初一 他還叫我那個同學說 不要吵我喔 然後起來還問我說 肚子餓不會 要煮飯給我吃 那個在我家 天哪 怎麼可能 初一一大早七點了 來不起來 拜年了 做什麼這樣子 每一年都去他們家過年 對 對 所以那一年是就這樣 只等到媽媽真的 看到太多未接來電的時候 才好 默默又熟回去這樣 OK 不過後來 就是爸爸過世之後 其實就覺得這個年比較難過 對 因為以前是 阿嬤 阿嬤媽在的時候 樓梨啊 樓梨你知道 樓梨很精彩 而且是廚房 阿嬤有阿嬤做菜的方式 大伯母 嬸嬸 小嬸嬸 都有不一樣的做菜方式 備料也有不一樣的方式 可是我們喜歡去傳統市場 就好像好有感覺喔 買年糕 買糖果 買什麼 送什麼這樣 就有備菜 備完一個菜回家 大家準備過年了 可是那時候我爸爸離開之後 剩我媽媽 那媽媽那時候可能 也有一點憂鬱症 心情沒那麼好 然後我說媽 沒關係啦 今年我們不要買了 我就便利商店了 現在便利商店很方便對不對 那時候訂了 我就覺得看到那個名師 名廚的那個又便宜又經濟實惠 好了 訂了喔 就時間到了 就去便利商店拿回來 冷凍包 冷凍包我就開始手忙腳亂了 我說媽 沒關係 今年你休息我來處理 冷凍要解凍 要分盤 那個羹湯我還倒歪掉 然後醋我一忘記就亂丟 然後那個就弄完 就跟我媽 我哥這樣 本來是一家二三十個 變一家四口 然後那時候在吃的時候 就覺得 吃到第一口的時候 我... 酸耶 那時候我覺得 這是我的過年嗎 我吃一個冷凍包 然後阿嬤的味道沒有了 阿公的呼喊聲 還有姊姊貝那種 吃飯喔 不要再玩了 那個聲音都沒有了 只剩下電視的除夕特別節目 然後我們就吃一吃 然後就 我媽也不太講話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 然後也沒有人打牌 那時候 我現在想起來那個 氣氛實在是 對 我就說 這是我的過年嗎 所以我那時候有 大概有為時 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 都是這樣 那因為那時候 哥哥又是服務業 那服務業有時候 我哥也想說要賺錢 除夕雙倍 初一雙倍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除夕初一 我今年休初四 你除夕你先陪媽媽 那我初三我有演出 我就去參加演出 因為費用比較高 從四個變成一個兩個 然後兩個一個 那個 所以我後來那個過年 想要過年 滿心酸的 很好 尊聖老師 是不是長大之後 我們的過年都會變掉了 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是這麼說 尤其TERRY他剛剛講的 家族的比較等等的 那我想這個 其實是很多人都會面臨到 但是我覺得 我實在是很常奉勸一些長輩 收起你的好奇心 不要去在意別人 到底做什麼 然後賺多少錢 因為這都是個人的飲食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應該檢討 我們這一輩的人 其實真的不要去探求 這一個 那其實過年以後 都是人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因為長輩可能就漸漸離開 然後中間就漸漸都會離開 但是我覺得這個儀式感 還有就是還是要讓他存在的 像我們這個過年 還是儘量就要回到這個長輩家 然後就是跟這個長輩一起過年 那這樣子的氛圍 其實還是會在的 其實我覺得是很常是聯繫的問題 只要你願意去聯繫 其實這個氛圍還是會在的 OK 4 4 4 5 5 7 感谢观看